美軍24小時內封鎖珍珠港基地 王滬寧與張維維關係曝光 兩人而合作為習惑省 全台灣愛心大串連 挺一線醫護人員對抗病毒 北京高考特權被吐租 高考英語作文是初中水平 中共返外國制裁法引熱議 被封摘腳法 據《中時新聞網》6月10日報導 美軍德州、拉克蘭聯合基地 和夏威夷珍珠港聯合基地 近日在24小時內 先後遭遇槍擊事件和炸彈威脅 一度暫時封鎖、民眾緊急避難 夏威夷當地時間8日上午9時39分 珍珠港聯合基地傳出炸彈威脅 美軍隨即宣布封鎖基地 當地的一些工作人員、軍職人員家屬 以及正在參觀珍珠港航空博物館 阿里桑那號戰艦紀念館的遊客們 就地被難 基地內的小學學生也被緊急疏散 所限後來證實是虛驚一場 律師美軍在8日下午2時20分宣布狀況解除 但就在不到17小時後 特袖拉克蘭聯合基地 由於當地時間9日上午11時50分 在一處入口附近傳出兩聲槍響 基地稍後下令全面封鎖 據報導 珍珠港聯合基地 包含美國海軍珍珠港基地和空軍希卡姆基地 是美軍在太平洋上的關鍵節點之一 拉克蘭聯合基地 就是美國空軍唯一用於新兵訓練的基地 也是空軍教育訓練司令部的大本營之一 首位該基地的第802 安全部隊中隊指揮官 勒夫利斯中校表示 目前還不確定是否有人目擊到槍手 也不清楚槍手的人數 他們正在根據幾條線索展開調查 當地警方也是協助尋找發生槍擊的確實地點 勒夫利斯表示 該基地內的設施對美國空軍十分重要 因此它寧可反應過度 習近平日前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 反美專家張惠惠受邀為高層講課 引發輿論關注 有關張與中共大腦王滿寧的關係也被曝光 有分析人士指 兩人是復旦校友 合力為習近平滑坑 讓習在保黨路上加速左轉 據報導 2012年張惠惠曾吹捧時任重慶市委書記 薄熙來是政治家 做大事有眼光有魄力有周密的可行性方案等 但在張惠惠吹捧薄熙來兩個月後 同年3月薄熙來落馬 其政變內幕也被大量曝光 法廣招鋒說 張惠惠沒想到薄熙來會跨台入獄 所以大讚博 不過 他讚揚博的話 手手改動 可直接轉到習近平頭上 做大事有眼光有魄力 把創造重慶奇蹟改成創造中國奇蹟 把說好重慶故事改成說好中國故事 市政評論員李燕銘可聞分析說 張惠惠此次受邀為習近平等政治局常委、委員授課 講解中共大外宣與中美關係 應該是由分管中共文宣與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安排 張惠惠和王滬寧同為上海幫出身 並且是復旦校友思想相近 文章說中美關係緊張時刻 中共危機空前、復始二十大前的中共高層博殺不斷升級 上海幫、反美專家張惠惠 竟然能為中共政治局高層授課 主導中共大外宣與中美關係論調 折射出中共政局詭異的氣氛與高層內鬥的複雜訊號 對新唐人亞太台報導 台灣疫情進入緊張的防疫階段 全台不分行業自發提供物資飲料餐點 為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打氣 幫助有需求的弱勢家庭 一起用愛心對抗病毒 一名咖啡店店員在仇訪中表示 由於武漢肺炎內襲造成第一線醫護 所以他們特別準備了飲料 請醫護警銷人員消暑 感謝並慰問他們的辛勞 飲料上的標籤還特別欣賞 謝謝警察弟兄 辛苦了 知名音樂人陳國華說 你是我的力量 任何辛苦 受牽手就能抵擋 台灣的衛服部金門醫院 也獲得民眾滿滿的支持和鼓勵 收到大量燒臘便當和飲料 燒肉海鮮湯 和燒熱麵等 除了捐贈愛心物資給第一線人員 大家也沒有忘記需要照顧的弱勢族群 台灣聯發科 捐贈了1萬5千件防護衣 分送給居家照顧工作者 嘉義城隍廟也捐助了防疫和民生物資 一同守護弱勢家庭 期盼度過疫情難關 嘉義院長翁張良說 所有相關物資都讓他補足 能讓這些困苦的人 需要物資的人 都能得到及時的供給 報導說目前全台不分東南西北 不分行業都在努力讓站在前線的人知道 背後有無數人在默默支持著他們 全台齊心 他們在抗疫的這條路上並不孤單 今年中國高考結束後 北京市英語作文考題再次受到關注 網友指該考題 只相當於其他省市的初中水平 並表示對北京有高考特權不滿 6月8日高考結束後 黨媒公佈了北京高考的英語作文題 該作文要求以當地高中生的身份 及英國好友寫一封電子郵件 為無法附約表達協議 要求100個單詞左右 並吸出書信的開頭和結尾 該作文題曝光後 有網友說 崩不住了 這不是初中生潮會亮寫的東西嗎? 高考題 北京真就天國龍呀? 天龍人笑貨摸雨的時候 山東河北河南的花只能瘋狂拆堤 我只能微笑面對了 也有人表達了對北京人 享有高考特權的不滿 河北人 在高中監獄圈了三年 高三要三天一小考 七天一大考 使勁解數 加上運氣才能勉強上一個外地950 北京人高三抽煙喝酒談戀愛 隨便一考 和我一個學校一個專業 全國大部分省市都使用全國統一的高考考卷 但包括北京、上海在內的部分省市 卻可以自主命題 而北京和其他省市的錄取分數線也明顯不同 2001年高考時 北京文科重點本科錄取分數線為454分 普本是429分 串課是360分 而山東省文科重點本科錄取分數線是580分 普本是539分 專科是509分 如果一名考生得分在454-508分之間 他在北京就可以讀重點大學 但在山東連專科學校都不能上 中共對北京、上海等地的特殊照顧已成功開秘密 很多外地考生的家長努力為孩子爭取到北京或上海戶口 以便獲取高考優勢 中共6月10日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引發熱議 專家認為這是中共的有一次誤判 引發國際反制效應將難以鼓量 有網友嘲諷 《反外國制裁法》實際是中共的摘腳法 搬起石頭摘自己的腳 據法廣6月11日報導 中共《反外國制裁法》 是一步威脅外國沒有制裁中共的法案 制裁措施包括不如簽法簽證、不准入境、註銷簽證或驅逐出境、查封、扣額、凍結在中國境內各類財產等 報導指出該法案顯然是針對歐美的 但從中共歷次反制裁的結果看 中共是無法阻止歐美繼續制裁制裁令的 例如中美貿易戰最激烈的時期 中共曾宣稱對美國要以牙畫牙 但最終無法持續對等反制 只好向美國求要卻被拒絕 美國霍夫·史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高蘇自由亞洲電台 法案不會阻止美國制裁 這是中共向外國公司發出的強烈信號 如果你遵守美國的制裁措施 中國政府可能對你採取行動或起訴 顯然反外國制裁法會導致外資在中國的處境更惡劣 甚至加速外資撤離 但網友們他對此表示熱烈歡迎 有人說中共實施反外國制裁法 在封閉鎖角的路上狂奔 與中共做生意的外國企業和在中國的外資可能會被玩慘 旅外不是人的日子只能逼走更多外資 內循環只是個信號 什麼時候人民日報欠自力更新 就是你逃離的最後窗口 還有人說越嚴厲越好 中美沒有交集 讓兩頭佔便宜的外國公司必須做選擇